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所有的病 都是这样才来的 每个人都该看看 很多人已经意识到 免疫力才是人的第一竞争力 许多人开始关注免疫力这个词 有一位医学心理专家认为 世上所有的病 都是免疫系统打的败仗 为什么呢 来看看他的感悟吧 欧文身边又多了一位患癌症的朋友 对于他生病我没有感到意外 他的家庭关系一直很糟 人啊 在家庭里承受的煎熬 抑郁 伤痛 都会省电在身体里 你的大脑暂时忘记了 可是你的身体会一直记得 一 我们一直低估了身体的智慧 人体里有着一套精密的免疫系统 我这里说的免疫系统 不仅是西医所说的狭义的免疫能力 还包含自我诊断 人体资源管理 自我修复及再生 当我们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的时候 最先攻击到的是身体的免疫系统 70%以上的人 会以攻击自己身体器官的方式 来消化自己的情绪 这是导致出现病症的最大原因之一 不同情绪会攻击不同的器官 我国中医的古老智慧就曾提出 慎主恐惧 甘褚怒 肺藏哀伤 此外 吃力 紧张多半引发肠胃疾病 常感到不如意 好强的人爱偏头痛 优柔寡断 缺乏自信通常是糖尿病人的情绪标签 再以女性为例 生气不消 亦得乳腺增生 长期预计亦患乳腺癌 护士女性身份会影响卵巢健康 立价稳问 夫妻感情不合者妇科疾病纠缠 研究表明 导致免疫系统出现问题的情绪排名 前期名的依次是 生气 悲伤 恐惧 忧郁 敌意 猜疑 以及季节性失控如夏季频发争执和摩擦 冬季抑郁患者会比平时多 有人做过一个实验 把猴子吊起来并不时给予电刺激 使猴子一直处于焦虑不安的情绪中 不久猴子便得了胃溃疡 采用纤维胃镜 X光 脑电图及生化对胃病的病理机制进行研究 发现胃病的发生与大脑皮层的过度兴奋或抑制 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密切相关 当感到皮肤过敏 喉咙不适 胃痛胃溃疡 失眠多梦 经常性头痛等症状 我们常常会想 是不是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 其实很多时候 经常性的负面情绪才是幕后黑手 二 所有的委屈 纠结 愤怒 终将化作一场免疫风暴 在西医经验可知的范畴里 仍然有很多突发性疾病 没有人知道具体诱发的原因 现代人越来越容易患各种各样的病 是因为不注重健康吗 不是 太多人不惜重金把精力花在养生上 但这种想法是单纯地把身体看作一个机器 忘记了身 心一体 甚至身 心 灵一体 有一位突患肺癌晚期的女士 婚后 她一直都跟公婆住在一起 虽然丈夫一家对她还不错 但她非常希望能够有自己的空间 跟丈夫提过几次想搬出公婆的家都遭拒绝 后来她也慢慢不再提这件事了 直到去年 她在毫无征兆的情形下得了肺癌 检查出来的时候都已经是晚期 她家经济条件特别好 除了接受西医的治疗外 家人还帮她找了一位著名的心理治疗师 当心理治疗师再一次催眠治疗中问她 这辈子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她只说了一件事 我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家 只跟丈夫 儿女在一起 不用很大 不用很久 几个月就好 她平静地说出自己的心愿 嘴角滑过一抹 连她自己都没有察觉地微笑 人们只喜欢好的情绪 比如快乐 而把负面的情绪 比如悲伤 恐惧压抑下来 我们不知道 委屈 憋屈 压力 全都累积在身体里 终有一天 一场免疫风暴 就能带走人的性命 三 身体的不适和病症 是内心的呼喊和求救信号 昨夜有位朋友和我夜谈 聊起关于情绪和疾病时 她很感兴趣 她问我 我弟弟少年白头 是什么情绪引发的 我说 可能是我已经非常尽力了 她问 怎么缓解 我答 做自己 把别人的愿望还给别人 她点点头 又问 我爸在我妈去世当晚 一夜白头 也是因为情绪吧 我说 是的 太过悲伤 绝望 她问 最近我无缘无故掉头发的原因 是什么 我答 焦虑 她问 我也不想焦虑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我说 为什么要活在未来呢 活在现在 千万不要忽略 那些隐藏在情绪底层巨大的窗口啊 我们常说 气死我了 压力好大 心有不甘 这正是情绪在作祟 生气让人感觉失控 身体自动释放出大量有害呼吸系统的因子 焦虑让人的身体进入到空铁壶干烧的状态 一点点消磨掉人的心力 压力让人沮丧 像一只看不见的手 捂住了人的鼻子 看得见五指透过灰色的天空 又摸不到 身体是不会说谎的 它忠实地帮我们注存所有的情绪 而生病其实是在提醒我们 要去真实地面对自己真正的需求 妥善地去处理 并相信身体的能力 四 生病不能只治病 还得找到病症所在 情绪源头 当我们肠胃不适 只是大把吞下胃药 却逃避压力和紧张的根源 当我们皮肤上的各种红疹 有如一座座小火山的爆发 但却没有发出 我很生气 请看看我的愤怒的心声 很多疾病 都是我们自己的情绪引起的 其实好了一点 我们的情绪在上来的时候 健康又没了 一位朋友得了严重的盆腔炎 久之不遇 这场病是在前夫有外遇后得的 其实那是他的身体在帮他说出 我不会再跟一个背叛我的人在一起 幸运的是 离婚后找到一个真正爱他的人 结合适当的调理和治疗 他的病早已痊愈了 古人云 心病还需心药医 现在看来不无道理 一位医生朋友说 现在来医院就诊的患者中 心身疾病超过三分之一 躯体疾病少于三分之一 而且躯体疾病又会导致心理问题 所以他们不能再仅仅依靠单纯生物医学模式 来治疗这些患者 而应当从生物心理社会三个层面去治疗 因此 懂得爱自己 不仅仅是住最好的房子 吃最精致的佳肴 忠于内心 超越自我 而是你比谁都能更关心自己的情绪 比谁都更敏锐地察觉身体发出的信号 什么时候疲劳到了一个临界点 你需要休息 什么时候将病为病时 你需要管理自己的免疫系统 什么时候需要大哭 嘶吼 什么时候应该放手 宽恕 什么时候值得大胆 自信 你要比谁都更清楚 知道自己的情绪和身体正在哪个点上 然后去消化它 世上没有既安逸又精彩的人生 美好前程都是血汗打下来的 想要为自己的梦想负责 为一家老小负责 我们就必须管理好情绪 拥有一个强健的身体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